三十七段感受人的温度 今晚咱们又见面了 有句诗大家都熟 这诗怎么说的呢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相同的命运 可以让陌生人彼此亲近温暖 这是人之常情 不过今天晚上 如果老王我把这句诗改动一下 在座的诸位可能就无法接受了 怎么改呢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要残杀 相同的命运 也可以让陌生人拔刀相剑 视人命如草剑 听起来这不合常理 但是不合情理的故事 就在一个深不见底 幽黑恐怖的地下坑道中发生 这是河北省邯郸市 众多小铁矿中的一个 矿井通道的入口 是一个狠不起眼的狭小洞口 进入洞内没有一丝的光线 而且氧气稀薄 空气无足 通道内渗水非常严重 矿工们每天都会在这条泥泞不堪的黑暗通道里步行三十多米 然后到达一个简易的升降桶处 站在桶边上就可以下到矿井里干活 两个两个 两个两个 两个 看哪 看哪个边 桌中间那个省 哦 桌中间就是省 嗯 两边这个省往下走 嗯 桌中间 桌中间那个 不能抓 不能抓 抓这个 慢慢放啊 摘这个门的门就有闭着啊 那边上边摘下边 不要急着 没关系 哇 你只是搅 那边扎到那边 那边就十八分 你把那边扎你把那边扎 你把那边扎 不得扎个小分 扎到小分 扎到小分 在这四眼上全样了 老王今晚诉说的一切 都要从这群警察下矿警说起 他们下起不是什么三贴近体验生活 是去查案了 不去不知道 一去吓一跳 2014年轰动中国的一单凶杀案 从此大白天下 而这个故事在今晚也将印证一句话 生活远比戏剧更复杂 而人性的阴暗超乎电影导演的各种想象 2012年河北省邯郸是一个普通的小县城 射县 当一个铁矿老板走进射县公安刑警大队时 办案民警做梦也没有想到 他们即将接手的 是一桩震惊全国的大案 报案处说是他这前两天发生个矿案 据矿场老板刘先生交代 2012年的8月2号的上午 天上下着毛毛细雨 矿场上负责的小工头 突然给他打来了电话 可能放炮出 他放了 石头没躲开 把人给砸死了 工头说被砸死的这个人 名叫罗石勇 是一个半月前才来矿场上干活的四川级矿工 一看出了人命 矿主刘先生马上找人 把死者从矿井里抬了出来 然后立即通知死者罗石勇的家人 然而当死者罗石勇的家人来了之后 矿主觉得有些不对劲 结果一样的矿主刘先生报了警 警方赶到后 罗石勇的家人立即改了口 把赔偿金从一百万降到了二十万 急于拿钱走人 最后说实在没钱 签给我们一部分钱打签条也行 尸体照片 跟他拿出来这个所谓的罗石勇的身份证上的照片 有很大出路 感觉这不应该是一个人 所以定可能这个不是本人 家属应该都是冒充的 所以就把这家属都传往回官机关进行了进一步的询问 为了排除疑问 警方决定进入发生矿难的矿井勘察 半民警首先在一个巷道中 发现了一些点状的险阻 再往前走 半民警在中心现场果然发现了一些塌方的痕迹 在这个中心现场的巷道底部 确实有这个土的塌方 范围不是很大 矿井下的中心现场 遗落着铁锤等一些开矿用的工具 但现场的诈点矿坑并不明显 当地警方对于矿难现场有着丰富的勘察经验 从事发现场出来后 涉嫌公安局刑警大队的半民警 觉得事发现场有点重 第一 既是爆炸事故 现场为何没有明显的炸坑炸碾呢 不符合爆炸现场的特征 第二 既是爆炸事故 物品为何没有明显受到强力冲击 这个铁锤爆炸以后呢 不应该在树里撞 还是在树里 第三 工人罗世勇既然是被炸死的 现场出现的为何不是喷溅血迹 而是低落血迹的 咱们在现场发现了低落性血迹 不符合爆炸后 石块撞击人身体形成的血迹特征 第四 死者罗世勇面部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了 为何头上戴的安全帽完好无损 故事就发生在这小小的矿井之中 在当地 这样的小矿井到处都是 这个不像矿难的矿难 不像亲人的死者家属 只认钱不认人的索赔过程 让这些个习惯了发生矿难 死了矿工 花钱稀释宁人的小煤矿小铁矿的矿老板们 突然变得吝啬起来 也让接到了报案的警察起了小小的疑心 也让老王想起了一本小说 一部电影《一个影星》 这本小说荣获了2002年的老舍文学奖 名字叫做神木 这是个地名 陕西的神木 根据这本小说改编了一部电影叫做《芒警》 这部电影在国际上获奖 让一个其貌不扬的演员从此名扬海外 这个演员叫什么呢 叫做王宝强 故事很简单 讲述了两个农民工 因为挣钱太难了 于是就想出一个邪恶的招 把陌生的打工仔骗到矿井下面杀死 然后冒充他们的亲属向矿主索赔 在电影里 这农民工也因此成为了恶贯满盈的罪犯 但是 电影是生活的演绎 小说是现实的生化 可这一次发生在河北邯郸的小小矿难 却让这些小说和电影的情节 让那位著名演员的演技 自叹不如 警方的侦查结果 让一个隐藏于矿井之下的黑暗秘密浮出水面 死于所谓矿难的农民工 是被人活活砸死的 事件在这个尸体的头部跟这个胸部跟背部 发现了多出的这个盾气类打击伤 不符合这个爆炸及这个塌陷 以后这个石块砸起身体造成的这种伤 在当天一同下井的矿工 徐承德 陈荣来等人 是杀害罗石勇的真凶 有什么杀的 杀手 谁用大水杀的 杀手 那个徐承德 徐承德自己 他自己他航了三锤 杨人这个袁石勇 脱过来面部在这 徐承德把大锤给我 我也在面部上 这么两下 据犯罪嫌人交代 他们用大锤杀死罗石勇之后 接着点燃了炸药 伪造了矿难现场 故意杀人 伪造矿难 骗取赔偿 瓜分赃款 一年之内四起命案 21个人的犯罪团伙 幕后主谋 竟是一个普通农妇 我确实冤枉了 我冤死我 同时天涯沦落人 为何见面 要传杀 37度2 正在播出 外出打工 死于非命 人死不能复生 总要回归故里 入土为安 按照咱们警察基本的办程序 警方必须要核实死者的身份 最后通知家人 死者死的时候 身份证上写的 姓罗 明石永 结果警方这一广泛调查 何查呢 这位死者 姓罗的这位死者的老乡说 这老罗没死啊 昨天我还见到他呢 真是白天见到鬼了吗 死者到底是谁 警方仔细盘查了所有的矿井工人 才发现死亡男子 真名叫李世华 来自四川省梁山州 宁南县白鹤镇 从西南天远山村 来到中原打工 没有身份证 就冒用了罗石永的身份 进行了登记 你现在确定 确定不确定 确定是不是 实力的话 我 在这高点 我和他死了 没在家住过 我爸爸死了 他没在家 死者李子华 来自四川省梁山州 宁南县白鹤镇 与母亲相依为命 由于家境贫寒 三十多岁了 还没有成家 2011年 李子华突然告诉家人 他结识了一个漂亮的女朋友 要去河北打工 准备结婚 谁知道李子华这一走 就再也没有跟家里人联系了 死者生前 叫做李子华 被谋杀时 叫做罗石永 为了爱情 千里迢迢来到了河北 为了挣钱 莫名其妙的死于非命 当警察找到这位漂亮的女友时 才发现 李子华从一开始 就被人作为了猎物 从四川启程那一天开始 死亡就在等待着他 最后在王正秀 是在寒郭车站对面 一个旅馆里边 通过工作 发现他在那里边住着 这个名叫王正秀的女人 正是李子华所谓的女朋友 我说什么时候 在什么地方来的女子华 七次 啊 就十一天啊 什么时间 几月份 嗯 八月份 八月份 八月初五月 啊 是不是 是 我说为什么这个 这个李子华 他在画上 就叫了罗石永 他自己叫自己罗石永 为什么 就啊 一时 一时 张维兰男朋友 张维兰 怎么办 他年少年是 用学生的 这话怎么说了 他说 在矿城里 叫他说了 叫罗主名字 不要叫他女子华 嗯 他生命人要过去掉了 掉了一个生命人的表情 是 张维兰 张维兰 张维兰找罗星人 嗯 这是张维兰男朋友 他为什么要罗石 他想责 他就是 他们今天弄死了 九个家庭里的 批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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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把他弄死了之后 伪造成事故 然后 抗产 赔强 赔强给我分给你 是这意思吧 是 故意杀人 伪造 旷难 骗取 赔偿 瓜分 赃款 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内部 著名的电影 《盲警》里面的故事情节 这导演 编剧 想出来的情节 在现实中 居然 活生生上演了 但是这是一个比电影《盲警》的故事情节还要残酷的罪案 这个电影《盲警》在最后的时刻留了光明的尾巴 让这个杀人的人心生侧隐之心 让王宝强扮演的那个孩子死里逃生 但是 在河北邯郸上演的这出真实版的《盲警》 却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人性觉醒 那个挥吹杀人者的背后 始终活跃着一个冷酷的女人 这个女人叫做张伟兰 她正是现实版《盲警》的女导演 为了物色道猎物 张伟兰开始有步骤的谋划 找到以前的工友王正秀 王正秀通过他表哥 要到了李梓华的电话 开始一步步的引诱李梓华 打电话给李梓华 假装我就说我打出电话了 最后就是李梓华 或者他一打电话之后 我就接了电话 我就给李梓华说 我可以 我说往年我过来 我会来打工 下提吧 李梅可以去贴 他就轮定去 这也会被我们可以吸过来 巨大的阴谋 从一个电话开始 一切都在张伟兰的计划之中 王正秀和李梓华 通话了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就跟正常的情侣一样 见面 同居 同居的目的在于 摸进李梓华身上的特征 方便以后冒充家属 我要赔偿 就在王正秀提出 让李梓华外出打工挣钱时 李梓华的身份证掉了 张伟兰啊 又通过什么 他解张国权 从上海 把这个罗斯勇的身份证 给寄到了这个武安 然后什么 对李梓华说什么呢 你现在就是叫罗斯勇了 你就冒充罗斯勇就行了 就用他身份证 就这样李梓华成了罗斯勇 李梓华利用这个身份 先后在武安社县的铁矿打工 这个老实淳朴的山岭汉子 可能到死都不知道 他前后去这些铁矿打工 其实就是杀手在寻找 适合作案的铁矿 而他身边三个同寝室的工友 赵俊 徐承德 陈荣来 以及一些不同寝室的工友 包括严世勇 都是张伟兰事先安排好的 潜伏在他身边的杀手 几个月后 这些疯狂的杀手 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 与李梓华一同下到矿井里 见周围没有人 而李梓华又恰好背对着他们干活时 他们抡起了铁锤 砸向了李梓华的头部 赵俊 这块大石头落下 一是砸毁李梓华的面容 让人无法辨认 二是制造李梓华被炸死的假象 那个石头大概多少 大概100斤左右吧 100多斤 好 制造假现场 这是张伟兰 教我们像这样做的吗 他用那个石头 那种吹起砸头 也是为了毁动 是吧 这都是张伟兰教的 所有人都说这些周密的计划 全都是那个叫张伟兰的女人安排 很难想象 一个女人竟然会想到 如此毒辣的杀人计划 更让人难以想象的是 赵俊他们还说 这样凶残的计划 并不是第一次实施了 他们是一个团伙 这个团伙一共有21个人 包括李梓华在内 一年的时间 他们已经先后杀害了四名矿工 一个普通农夫 操纵21个人的犯罪团伙 疯狂杀人 居然是为了孩子美好的生活 我每次我孩子 下你手上去打我 一位老师本分的父亲 每次杀人都要冲锋陷阵 只为多分一万块 为绝症的女儿治好病 是谁制造了罪恶 又是谁把他们推向罪恶的深渊 37段正在播出 21名来自四川云南等地的不法分子 组成的团伙 以打工为名 把四名同乡骗到河北 武安 社县 各个铁矿上 然后把同乡用锤子杀死之后 伪造矿难事故 然后再冒充死者亲属 诈骗矿主钱财 前后高达185万元 这是审判通稿透露的信息 从这个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到 从招工 骗人来到河北 从踩点到屠杀 再到骗培 各个环节都有一个总导演 这位总导演 就是老王刚才提到的那位 女性 看她的履历吓你一跳 1966年7月出生 张伟岚 一个普普通通的 来自四川八中的农村妇女 这都是张伟岚教的 这是张伟岚教的 我确实冤枉了 我冤枉死我了 2014年的7月 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庭审理了这一期 受到全国上百家媒体关注的特殊案件 案件涉及一个由21名来自云南四川的农民工 组成的犯罪团伙和四条鲜活的生命 这个由21人组成的犯罪团伙 14人来自四川通江县 5人来自云南 因为张伟岚他们纠集在了一起 制造了一起起 丧尽天良 泯灭人性的命案 2011年10月26号 河北武安市胜利铁矿 垂沙江发品 片赔61.3万 2011年12月7日 河北武安市北白石天城铁矿 垂沙袁德福 片赔61.5万 2012年5月24日 河北武安市万星铁矿 垂沙谢氏友 片赔62万 2012年8月2日 河北设县智永铁矿 垂沙李子华 片赔100万 贵国 这个犯罪团伙的头目张伟岚 一个年过半百 来自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板邓乡的普通农府 眼前这栋破旧的土培房 就是张伟岚以前的住房 据村里人介绍 以前这栋老房子里住着张伟岚 张伟岚的丈夫 以及他们的两个孩子 至今这栋老房子已经十年 没有人居住了 这个房子是张伟岚的 他一开始在外面打工 都是搞建筑了在北京 这样钱的 他南娃是个大宝工 这样钱过后来的这个情况下 他们后来就是两个人的关系就不合 他在这种情况下 他就把两个娃儿都带记得了 村民最后一次见张伟岚是在2012年 那时张伟岚突然回到了老家的镇上 买了一块土地准备修房子 就是他刚才买第一机小房子 但是我们都有说 张伟岚可能近两年住房 在外面说 既然在杀戏 来买第一机 给开发了 他小房子买房子 那是张伟岚这样钱 这个房子是2012年 整月份张伟岚或者是各开发 然后突然一花就花回来 各开发各房子买 那也都觉得是金钱 这个钱的样子 这个花拿上就算了 村民们都不知道张伟岚的钱 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只以为这些钱是靠张伟岚 辛苦打工挣来的 因为在大火眼里 张伟岚还算得上是老实本分的村里农妇 张伟岚的父亲是村里的老支出 为人能干 他们家早在十几年前 就修建了当时在村里 很不错的房子 而且生活并不结局 那为了这个人 从在屋里 从小 我们小的时候 这个人还是可以 第一 他家的条件少 你就是不不打工 在我们早上生产 也生活在一样的 还是日子过得好好的 然而谁能想到 这个在乡亲们眼里 还算本分的村里农妇 自从到城里打工后 就已经在金钱的引诱下 慢慢走向了歧途 已经离婚的张伟岚带着两个孩子来到河北 邯郸一带谋生 此地旷景林立 她开了一家小饭店 艰难度日 孩子一天天长大 张伟岚再次结婚 没钱的日子 让她穷则思变 小小的饭馆 汇聚了三教九流 来自各地的打工者 都梦想改变自己的命运 一天晚上 一个罪恶的计划 在张伟岚的小饭馆里诞生 在矿山开饭馆多年 张伟岚在迎来送往中 掌握了诸多小矿井的秘密 于是张伟岚开始周密的安排 选定的第一个目标是四川老乡 选择的杀人地点在河北邯郸湖安 一个叫胜利铁矿的小矿山 她对矿山这一块来 这个一些生产和运行 是非常了解的 包括他们这个 他了解这个矿主 每个矿点要给安全局 每年要交纳 这个一百万的保证金 如果说你这个矿点出了事故 这个安检局要没收你的保证金 还要让你责任要停产 要整改 张伟岚对这些情况非常了解 怕报到安检局 给停产停业 所以说能出个钱 出个小钱 能处理了就处理了 张伟岚的杀人偏培计划 思路清晰 首先由年轻的王正秀 负责引诱 四川老乡 以正前结婚为借口 骗到河北 把对方的身份证拿走 让被害人用视线 准备好的假身份证登记 去矿井上班 然后其他团伙成员 下警试试杀人 回到矿难现场 然后自己以死者家属的身份索赔 利用矿井 稀释宁人 破财免灾的心态 实施敲诈 当时就说 要的那就是回矿上了 当时要的是六十万 第一次作案成功后 获得的赔偿款六十万左右 是这样分配的 负责天线搭桥的王正复 得了十万元 主谋张伟岚 得了十万元 剩下的负责物色目标的 放封的杀人的 一人分了三四万 杀人是负责举起铁锤的 张成勇赵俊等人 一人再多加了一万元 领到赔偿款后 张伟岚等人 领走了死者的尸体 火化后将骨灰 随意撒在荒郊营案 你们把骨灰扔到哪了 但是我不知道 哪个是 渴望发财的张伟岚 第一次作案分得十万 一个组织严密 分工准确的杀人团伙 从此成立 主谋张伟岚 负责组织策划 整个杀人片梅事件 在他旗下 有专门物色和色诱 作案目标的 有专门负责 踩点寻找作案地点的 有专门负责杀人 还有专门负责 扮演家属的 更有专门负责盘盘的 还有专门提供身份证 2014年8月7号上午 其实也就是几个月之前 这河北省邯郸市 中级人民法院 对此案21名被告 做出了一审宣判 这张伟岚等5名被告人 被判处死刑 其余的被告人 分获不同的刑法 但是让老王惊讶的是 这些被告人 或者是同一宗族 来自同一条村 或者是亲性关系 甚至他们是姐妹 夫妻 父子 命如草剑 杀人者不把生命当成生命 屠杀的同样是属于社会底层的矿工 他们手起垂落杀人的那一刻 杀害的也不仅仅是一个生命 也注定了他们 人性泯灭 不可挽回 四川省八中市通江县 是犯罪集团杀手张承勇的老家 比较老实 因为他的一个 对比较在一个本身执政上 也有问题 这龙腿把他去个会 没有就喊了贤猫子 就是个中村喊了贤猫子 让我们的一般议人 了不起来中国的行为 都认为他不可能干个事 张承勇犯下杀人罪行 村里人都觉得不可思议 张承勇的妻子八年前 得肺结合去世 如今家里只剩下张承勇 年近七十的老母亲 一个刚刚成年的儿子 和一个十五岁的重病女儿 如果张伟兰垂杀公有是为了走捷径挣钱 那么张承勇参加这个犯罪团伙是因为真的需要钱 妻子八年前肺结合去世 欠下了五万多元的医药费 十五岁的女儿得了重病 在家里等着父亲筹钱为他换肾 然而即便每次自告奋勇垂杀公有 但事后张承勇并没有分到很多钱 相反因为负罪感 张承勇已经有好几年没有跟家里联系 一家人的生活更解决 为了挣钱张承勇每次都提出负责杀人 但他杀人挣钱挽救女儿的举动 并没有改变家庭贫困的现状 张承勇15岁的女儿小花 患有肾坏死和严重的膀胱疾病 双肾已经化农 只能通过导流管将体内的农业导出 减少疼痛 张承勇年迈的母亲觉得 儿子之所以走上这条路 全怪张伟兰 他不是张伟兰 他说喊他给到他从路去整天 想想他不是去那个张伟兰 给我打电话来 他张伟兰都去张伟 什么都是张伟兰说的吧 好友好真是好好教育他 面对父亲即将面临的审判 这个未成年孩子的回答 却显得成熟而冷静 2014年的8月7日 垂沙公有杀人片培案 在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宣判 见罪特备告人进行宣判 全意义 判施又见 以被告犯以来犯故以杀人队 判施此行 剥夺政治权利尊身 被告教练 犯故以杀人队 判施此行 剥夺政治权利尊身 被告人张众勇 犯故以杀人队 判施此行 剥夺政治权利尊身 被告人秀秦德 犯故以杀人队 判施此行 剥夺政治权利尊身 被告杰施永 犯故以杀人队 判施此行 剥夺政治权利尊身 这就是老王一开篇 就说我要改首诗的原因 改成了这样 同是天涯沦落人 相逢何必要残杀 都是穷困潦倒的工友 为何会发生这样的人间惨剧 这21个人 共同参与的多起杀人遍培案 只提出了一个问题 这人性去哪了呢 这些个杀人者 您一查 都是来自社会地层 他们所居住的村庄 大都远离城镇 山高路陡 再一仔细看 他们的年人均收入 在家乡 只不过是500块到2000块不等 请记住 是年收入 但是贫穷不应该是杀人的理由 四名被害的矿工 同样是来自同一个乡村 同样是来自于底层 他们甚至更穷 或者比他们更为不幸 但是相同的命运 没有让他们彼此同病相怜 感同身受 反而穷最后成了谋财害命的主要动机 老王今晚讲述这个故事 只想说出一个感受 贫穷弱势 不是犯罪的理由 更不应该是道德沦丧的通行证 但是只有消灭了贫穷 才能遏制罪恶的种子生根发芽 故事不总是只有灰暗的结局 生活总会有温暖的开始 方才我们看到那位杀手张成勇 最终被判死刑 他身患重病的女儿 却得到了社会各界善良的帮助 老王知道到目前为止 社会各界为他筹集的善款 已经超过了十万元 手术各种医疗也在准备之中 杀人者让这个世界冰冷而残酷 而好心人却可以让这个世界 充满温暖和阳光 37多2感受人的温度 明天老王云宁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